大家好,今天呢,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公司的新产品,奇瑞QQ,这是我们公司目前做的一个大货样,所有的原材料,基本都是原材料的原色,像这一个车身,它就是金属的原色,可以看到,内饰的ABS,也是原材料的原色,以及它的车灯,大家都可以看见。 这一款车呢,细节也是颇多呀,我从前面的引擎发动跟大家说起吧,这一个发动引擎呢,它是,这个引擎开它是可以打开的,内部的细节全部都采用浮雕体现,车灯也是透明的,内饰,外面是用透明的PVC材质制作的,内饰,采用的是, ABS制作的,大家可以看到。 整个的车窗也是透明的,可以看见内饰,车窗这里有点刮花了。 内饰的方向盘,以及它的座椅,甚至连我们的刹车,以及,这些,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我们把门关上,看,上面还有两个可以放行李架的地方。 然后我们的后视镜,后视镜也可以看到,它是,它也是用ABS的,后期我们会用那个,呃,PVC材质,透明的,体现,这样它就会很有光泽度,就像真的镜子那种感觉。 可以看到,来,这,这款车呢,它是QQ车,所以它只是两个单门的。 看到,我们这款的车轮呢,它也是采用那个,呃,橡胶材质自驾,ABS材质制作的。 它是,呃,这个橡胶,它是可以脱落的,但是现在,它已经,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它的后备箱。 后备箱。 可以看到,其实后备箱这里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前面的内饰,的一些小细节。 就连这个挡泥板,挡泥板也是做,也是很清楚的体现的。 大家可以看到吗? 甚至在我们这一个部分的盖子,它也是有一个透明车窗的效果体现。 整体的车呢,看着呢,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架。 底架呢,是采用ABS制作的。 然后呢,它的整一个,基本全是用浮雕体现的。 它没有单,单独的独立体现的部件。 除了这两个,呃,联动, 这四个连接,轮子的位置,它是有独立的那些配件组成的。 这样子它的轮子,还可以小幅度的,15度左右的摆动。 大家再看看整体的效果。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。 下次呢,等到我们真正的成品出来,再给大家拍个小视频。 来,最后看一下我们展厅上的一些汽车。 好啦,那今天就这样啦,拜拜。 拜拜。